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买过笨鸡蛋的人都知道 笨鸡蛋的蛋黄是非常黄的 而这种黄被说成是营养成分高 那真的是这样吗 这就要说到蛋黄颜色的成分了 主要呈现颜色的是叫做胡萝卜素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红色类果蔬都有的成分 那么它是营养丰富吗 其实我们可以一次来对比一下 放养鸡和农养鸡的食物 放养的鸡可以自由地吃入绿色食物 玉米粒 虫子等等 同时呢这些放养鸡的产氮率比较低 这就保证了两点 一就是类胡萝卜素的摄入量大 二就是产氮量较 平均可以分配到每一个蛋中的 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高 因此单个鸡蛋的着色叫深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农养鸡 这些鸡每天以饲料为主 饲料中类胡萝卜素的含量 肯定是低于新鲜的绿植等食物的 同时农养鸡产氮量也是明显高于放养鸡 猫子这样看上去真的是颜色深 营养就好了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都在龙氧鸡的食物中 能够添加一些富含天然的绿素物质 产出来的蛋在颜色方面 就会逊于放养鸡蛋了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颜色重不过是因为色素的成绩 所以说其实鸡蛋都是一样的